這個 總共八次酒駕 八次酒駕 那每一次的嫌度我都查出來了 結果 八次酒駕的判決裡面沒有一次法院宣告他做境界處分 那我就看不懂啊 我們司法院 一方面告訴大家說不能夠只靠刑罰 這個我也贊成啊 必須要配合治療 必須要配合酒飲介制的處分 這個我也贊成啊 但問題是你們實際上面做出來的跟現實上面發生的 跟你們嘴巴講的根本是天差地遠啊 怎麼會第八次的酒駕竟然沒有一次 要命他去治療要去做境界處分 副秘書長 可以說明一下嗎 報告委員 因為比較具體個案委員都知道我們比較沒有關係啊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我們刑事廳要對於我們這個良情的部分 看有沒有一些檢討改善的空間 沒有良情我們剛剛講過了 現在我在講的是保安處分啊 保安處分也非常的重要啊 謝謝主席 麻煩有請 法務部的次長 請蔡次長 司法院的副秘書長 請 內政部的代表還有警政署署長 葉副秘書長 還有陳宗彥次長 內政部 今天出席的是陳次長 還有 陳書長 各位好 時間的關係不一一稱呼喔 之前我看整個有關於酒駕 當然預防 預防啦 重於事後的處罰 那但是從我國法院直接的量刑來看 可以發現 酒駕造勢 致人於死 法定刑本來是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但是有超過50%以上的案件 竟然都判到 三年以下 法定刑之下 那當然這樣子的趨勢 讓大家一方面在檢討 那當立法者提高法定刑 我們實務上面的判決 竟然多數都是判在法定刑以下 那獨處立法者必須要進一步的 做立法的修正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作為一個法律人 我當然非常的好奇啊 就是說那我們的法官 到底是怎麼樣做出這樣子的判決 去年2月27號的時候啊 事實上 就有 一個 酒駕的案件 就是第四次的酒駕撞死人 一對夫妻一大早 要出門 去擺攤做生意 那非常一個情仆的小康家庭 結果 這位被告第四次酒駕了以後撞死人 判決的主刑是2年6個月 當我看到第四次酒駕判決的主刑是2年6個月的時候 被害者的家屬 他寫信給我 問我說 我們的司法到底怎麼了 這個刑度到底是怎麼量出來的 我當然就去看判決的理由 但是當我看判決理由的時候啊 我發現 我國法院在針對有關於酒駕致死的判決書裡面 針對量刑部分的說明 大量的使用立稿 前面都在解釋法律如何適用啊 道路加重管理處罰條例要加重1 2分的 因為我們已經有加重結果犯了 所以不用適用 適用刑法的規定 前面抄了一堆立稿了以後 內容非常的空洞 但是真的到關鍵問題的時候 行怎麼亮出來的 來 副秘書長請看 他說累犯應該依照47條的規定加重 那因為他符合自首的要件 所以依照刑法26條減輕 然後依法先加後減 他現在還沒有辦法達成和解 然後也沒有賠償 但是 認為他犯後坦刑犯程態度上加 考量他是高中異業的教育程度 家庭經濟狀況 以及犯罪的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 兩處取主文 瑣事之行 來請教一下副秘書長如果你是犯罪被害人的家屬 這個理由你看得懂嗎 這個理由是 對不起喔 看得懂但是能不能接受這樣的問題 那你可以接受嗎 因為他連加怎麼加減怎麼減 判決理由都沒有交代啊 他就跟你講一句說 累犯要加自首可以減 依法先加後減 然後巴拉巴拉操了一堆立稿了以後說 所以我判兩年六個月 就是良心的部分喔 我們會建議法官要再精緻化一點要詳細一點 沒有我希望啦齁 就是說 每一件事情的檢討我也知道我國的法官非常的累 那但是在人民參與審判 正式的被引用之前 那我們 在判決書裡面其實抄一堆立稿的文字 其實意義並不大啦 針對核心的問題加以回答 讓被害人讓被害者的家屬 甚至讓被告都可以理解 我覺得是一個重要的事情啦 下一個事情喔是 我之前已經問過了 就有關於酒駕我們除了處罰以外 如果被告有酒飲的話 我們必須要給他做一個境界處分嘛 那這個 總共八次酒駕 八次酒駕 那每一次的刑度我都查出來了 結果 八次酒駕的判決裡面 沒有一次法院宣告他做境界處分 那我就看不懂啦 我們的司法院 一方面告訴大家說不能夠只靠刑罰 這個我也贊成啦 必須要配合治療 必須要配合酒飲介制的處分 這個我也贊成啦 但問題是你們實際上面做出來的 跟現實上面發生的 跟你們嘴巴講的根本是天差地遠啊 怎麼會第八次的酒駕 竟然沒有一次 要命他去治療要去做境界處分 副民署長 可以說明一下嗎 報告委員 因為比較具體個案 委員都知道我們比較 沒有關係啊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我們行事廳 要對於我們這個良情的部分 看有沒有一些檢討凱薩的空間 良情我們剛剛講過了 現在我在講的是保安處分 保安處分也非常的重要 這個當然也是整個大了 廣義的良情的 今天法務部次長也在旁邊齁 我上次在交通委員會有請教過次長嘛齁 那次長也跟我強調保安處分很重要嘛 也對於現在保安處分 這樣宣告的現狀很不滿嘛 我希望 法務部這次提出來刑法的修正條文 不是只有 單純的法定型的家中 保安處分要如何配套 要一併的做齁 來接下來 我看到這個新聞喔 我真的對我們的警察同仁 感覺到心裡很不甘 結果 拒絕 九策 然後 還造勢逃逸準備要落逃 衝撞警察的機車逃逸 那使得我們的警察同仁啊 暴露非常高風險的危險當中啊 那我希望警政署希望內政部 就這個部分 如何的保護我們的警察同仁 這件事情要做到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我國目前 出現一個非常荒謬的規範現狀是什麼 拒絕九策的案件 大幅的提升了 從2014年的409件 到2017年已經破千件了 法務部市長 知不知道為什麼大家 寧願被科罰還 也不願意九策 因為 就是 立己的心態 他認為 拒絕 那麼就只是 就是罰金 只是罰金而已 就不會有公共危險罪的前科 好啊 市長你已經知道這樣子的狀況 我現在下一個問題啊 你贊不贊成 增定 拒絕九策 不是只有像現在行政法一樣 必須要在刑法裡面加以規範 就像日本的立法力一樣 之前檢察官也投書過啊 懂法 知法的人就玩法啊 他寧願被你開罰單 我也不願意讓你撤啊 我贊成 你贊成嘛 好 那我希望這次法務部喔 不要好像只是社會上面 就是說只有針對增加法定型的部分 其他配套的措施 包括拒絕九策罪 要一併在這一次 的修正當中送來立法院 但我看到這件事情了以後啊 我就要回頭啊 問一下我們的警政署 來請署長 偵查對隊長拒絕九策 這個是不是知法玩法 我覺得很不應該 真的很不應該嗎 不應該 那只有寄過兩次掉非主管職 你覺得適當嗎 因為過去我們書裡面確實 寄的九策 是只寄 兩個過 對嘛 我說問你嘛 今天 當我們的內政部 當警政署 當法務部 都告訴社會 酒駕林榮忍 酒駕要重罰 那你總不能言語 用最嚴厲的態度去面對他人 用最寬的態度在面對自己嗎 我有要求 我們相關的那個組啊 是針對這個問題 要有一些比較嚴厲的一個懲處 那什麼時候會有一個清楚的標準出來 這個已經有形成這個共設也有 什麼時候可以提出來 我們可以給委員來做報告 另外一個 一樣2018年限制的警官酒駕 呼氣值高達0.89 法務部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是還起訴 其他的人也想有這樣的待遇嗎 我想還起訴有還起訴的一些要件 那麼還起訴之後 那其實那個 二省的這個檢察官對這個還起訴 也可以有一個撤銷 有一個 沒有啊 但是這個案件 就還起訴就結案啊 對就是這個具體的案件 我必須要了解 這個是2018年8月的案件 是 不是啦 我的態度是一樣啦 當我們認為 執法要演 酒駕林容忍的時候 你就不能夠說對一般人民這樣子要求嘛 那當大官的人 當官的人 就可以輕輕放過嘛 法務部你們在做還起訴處分的時候 你們做還起訴處分就做還起訴處分了啊 其他人根本沒有智慧的餘地啊 那當其他酒駕的當事人看到說 你們對警察 已經到0.89這種程度了 還給他還起訴 那其他的人呢 我想這個案件 也值得我們去檢討 那因為我今天 對這個 還起訴期間一年 支付公庫的這樣的一個處置啊 那麼是不是適當啊 尤其是還起訴的對象 這個都以後也要一併的檢討 來署長 這個去年的個案 我聽說這個人還是你的愛將 他做了 他受了什麼行政懲處 也都是一樣按照過去的那個處理都是兩個過 那調會主管處理 那你覺得這樣適合嗎 足夠嗎 因為這個是已經訂了這個規定 當然我們會檢討 我現在在講的齁 就是你們訂的 對 這個駕車安全考核時是要點 這個表 我再提醒署長一次喔 我對於警察同仁執行的辛勞 有人如果拒絕久策 甚至肇事逃逸的話 警政署需要的一些保護員警的配套措施 我100%都支持 但是相對的 當我們的警察同仁警官 甚至是高階的警官 出現了這樣子的狀況的時候 我希望警政署能夠用最嚴厲的態度來先要求自己 可以嗎 當然 那這樣子的一個標準什麼時候可以改 我已經在檢討了 對 什麼時候可以交出來嗎 我進行程比較好的共識 我們馬上 好不好 一個月之內可以嗎 可以 沒問題 OK 好 謝謝 好 謝謝黃光昌委員 接著請 高路移用委